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这一讲我们学习路德GS爬虫系列当中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这一讲呢,主要是对这一个资讯助手这个项目呢 做一个项目上的一个分析 那我们在之前的项目当中,课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已经对整个项目呢,其实有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了解 OK,那所以呢,我们为了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让大家能结合实际来学习,以获得更多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么我们整个项目呢,就以程序员资讯助手来做一个需求上的一个分析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个项目 之前的那个项目呢,我们先把之前的项目给运行起来 我们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相信这个地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呢,大家都知道啊 这里下边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啊 OK,我们先把它运行起来吧 OK,那咱们现在运行起来呢 我们就去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我们是3001啊 3001应该对 先我们我们这样吧 先反问这一点 这个文号给去掉 OK,那就是这就是我们项目呢 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运行出来的一个效果 OK,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整个项目啊 基本的一个情况 首先呢,这一块大家看到 其实它是一个列表啊 这是一个列表 然后我们里边呢 大家会看到 其实我们这里边其实是直接访问这个地址 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呢 用到一个就是MVC的一个框架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express 另外呢,我们这里边一些布局哈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用的是那个blog strap ok,另外呢,我们这里边还有一块内容呢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分页啊 分页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插件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链接呢 其实是没有参数的啊 那我们现在进入下一页 OK,大家会看到它有参数啊 大家会看到有参数 然后同时呢,这些地方也有相关的一些变化 其实总的来看呢 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个例子啊 带领大家一起做这个例子 其实是很简单的啊 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啊,我们只需要把原理性的东西掌握好 然后呢,我们写一个啊 难度失踪的这样一个应用啊 就可以了 OK,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里边啊 整体的这样一些情况 那么我们在第二讲当中呢 其实我给大家已经说过 我们这样一个数据抓取 好,其实你看一下啊 我们整个项目的 我在分析过程当中 其实我现在这个地方啊 所挪腻的这样一个排序 其实已经代表了 我们在做一个爬虫的时候呢 我们所要做的这样一个顺序 首先我们是抓取数据 分析数据 然后呢,对数据进行展示啊 这三块 然后呢,这下边呢 就说我如果要对我里边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展示啊 要做一些比如扩充性的这样一些处理 比如说我需要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页面当中大家所看到的啊 比如说我要做分页啊 对不对啊 我要做分页 也就是说我还有一些附加的这样一些数据要传递来 作为一些更深入的这样一些处理 那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啊 数据的这样一个参数的这样传递和解析 那我们客户端呢是传过去了 对不对 我们客户端是传过了这样一个数据 对吧 那我们服务端应该要去解析这个数据 解析这个数据以后呢 然后呢,我们相当于要把解析过来的数据和我们要去抓取的那个数据的相关那个请求的一些链接呢 做一系列的啊,拼接啊,来组成一个我们要去抓取的这样一个请求的这样一个地址 好,那么紧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的一个显示 刚才也给大家说到我们这个内容的显示呢 适用的Express 我相信在前两讲当中呢 大家应该也是看到了哈 我们整个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来加的 那么Express呢 其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目前这个项目当中呢 并不会用到Express比较就是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东西 就是用到非常基础的 也就是说它非常原生的就啊 就是这个Express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架构 就主要是用它的这样一个路由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边会涉及到的一些啊 知识知识点 主要是几个几个组件啊 Shober Agent呢 那我们在第二讲当中呢 已经跟大家一起学习了 那切入了IO呢 这已经啊 我们第三讲里边也已经给大家讲到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这两讲当中呢 其实我们的内容呢 也是比较 应该说是比较简单 但是呢 内容还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 那么我们的数据分析页呢 在我们后续的课程当中 我会单独来去讲到它 大家我们看一下这里边哈 除了这四块以外 有以外哈 我们其实这里边我们作为内容显示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的项目当中呢 我采用的是借的木板 当然我们的内容当中 其实还是可以用啊 Json加Jcure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处理 当然我们既然用借的的话 其实这两种的话 其实就已经比较好的去融合它了 所以呢 我这里边呢 优先选择的是借的 那我在后续的课程当中 也会给大家去讲解 我们借的当中呢 如何去使用 大家也可以去横向对比一下 和Json加Jcure这样一种写法 我相信在后续的课程当中啊 陆续大家来看我们的 我的这个课程的话呢 也应该能够体验到这个Jcure的这样一个强大 当然了我们Json加Jcure 也是一种比较常用的这样一个技术啊 OK 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呢 也要说一个 我今天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的是比较 也是算是一个重点 不能说是重点 只要说内容应该说是 扩展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些东西 但这个内容呢 我不会去带领大家去讲 但是呢 我要给大家说 我们能够去做什么样的内容 大家看一下啊 我这个地方呢 也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后续 大家可以在大家学会了这个例子以后 大家如何去扩展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容 其实很多朋友他说我想去建一个网站啊 要怎么样 我要去建一个资讯啊 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们无论是做资讯网站还是做其他的 其实我们更啊 只要是说是内容展示性的网站 什么是重点 内容是重点 对不对 就比如我们并不完全去在乎我们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这个网站到底要长成什么样子 但你说长得漂亮了 肯定是啊 就是肯定在我们浏览这个网站的时候 肯定会比较愉悦一点 对吧 但是呢 我们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去把这些内容呢 给他有效的呈现出来 其实大家应该也有一个体会 比如说你要去下载一个资源 无论那个网站是多么的垃圾啊 但是如果你想去下载他的时候 你应该有的时候也是不厌其反的去找他的下载链接 对不对 也说明内容是作为资讯网站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所以呢 我们这一块呢 我们用资助程序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更多的去抓取一些我们需要的一些有效的比较好的这样一些资源 那么我们怎么去抓这些数据呢 我们通过我们的课程里边呢 会给大家一一去讲到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做一个知识的一个扩充 也给大家展示我们现在的一个另外的一个例子 OK 那我切换到我们现在这个系统里边哈 这个系统里边啊 这Windows的一个程序 Windows的程序呢 这是我用 大家看到这个是load.js来做的哈 当然了 我这里边呢 是另外的这样一种一种做法 这种做法呢 其实呢 这里边的数据 它也是来源于我们的这样一个资助的这样一个抓取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在做一个资讯网站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拿load.js 我们或者是拿一个博客源我们来分析一下 大家也可以去 刚好呢 对大家也做一个 就是我们拿到一个资源网站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进行一些分析 那么我们进入博客源 大家看到啊 我们在博客源呢 在左侧啊 其实有网站的很多的很多的分类 对不对 那么 当然你做的时候呢 你去选择你需要的内容 来做数据抓取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拿编程语言C++来说 OK 大家看到 作为那个博客源来讲呢 它进来之后 大家看一下它的链接 啊 它就是 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呢 然后呢 它是叫cpp 大家都知道 那个C++的文件呢 原文件扩展的名呢 就是cpp啊 大家会看到我们现在呢 它下面还是有一个分页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切换到第二页 大家去看一下 看到一个内容没有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第三页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对吧 那么 我们第一页呢 这个地方 看一下啊 这是第一页 对吧 这是 这应该是第二页 这是第二页 大家可以看到哈 我们内容呢 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变化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其实它的这种写法 哪种写法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页二页 这就是它的分页 对不对 那么我们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总共呢 拿过来 其实它是一个列表 列表里边呢 有它的title 然后呢 它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 对不对 这个title里边呢 肯定有它相关的一个 就是我们要去访问它的一个链接 你看到哈 是不是有一个链接 按我上一讲当中呢 给大家说的这样一个分析 其实它的内容呢 其实是放到这个post list里边的 大家看一下 我把post list给选全选 看到没有 它在post list里边 我们只需要去解析post list post list里边的这个 h3里边这个a 也就是title link 这个内容的话 大家都可以拿到它的title和h 就是这个链接 对吧 那么我们紧接着呢 来说一下 那我如果只是访问这样一个链接的话 那我肯定只能获取到一页的这样一个列表 那如果我要去获取多页的这样一个列表 那是不是我要在这个地方呢 有参数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内容不定的在变化 比如说我来个20吧 你看哈 这个页面就在20来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说我会不停的在这个地方 我一页抓取完了之后 再到第二页的时候 那我肯定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到20的时候 这2是2C 那么我这个地方最多能传到多少去呢 大家看到 我们在总共的页数这个地方有119 对不对 119 那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里边 我们拿了这个119 我们肯定要去解析它到底有多少页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看一下 其实呢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叫Pager这样一个内容 对不对 我们需要获取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获取的是这样一个A标签下边的 你看哈 大家会看到这个事物一直在加 那么这个地方 我当我到到达呢 最后一个的时候 你看我们如果是按这个A标签下边的最后一个它是一个下一页对不对 那么所以呢我会找到第二一个倒数第二一个 然后呢我去拿到这个119 拿到这个119 那拿到这个119之后呢 我就可以去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页了 对不对 如果我找到有多少页呢 那我这个地方呢 到时候呢我就可以去下一页下一页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当中 我已经找到了这个地方有119页 那OK 那我这个地方到末页的时候 我这个地方就知道它是119 那我每一次这样点了之后呢 我这个地方呢 就把这个内容呢 给同步的变换一下 它就可以进行数据的这样一个抓取了 大家好好想一想啊 应该是很简单的 对不对 OK 那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个地方C++对不对 那么我这边呢 有一个这样一个设置 我C++的设置呢 我来源于CSDN CMBlogs 还有IDI Blog 我相当于呢 我内容的抓取呢 它是来源于这三个站 这三个站啊 我刚才给大家分析的呢 是这一个站 是这一个站啊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 比如C++ 我们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点一下 获取 获取呢 它会去 获取我们当前的呢 第一页 这个地方呢 我并没有写 写出当前是 是多少 就是我们当 总共有多少页啊 当前是第五页 对吧 OK 那比如说 我现在我点下一页 我点下一页 你看 这是下一页的内容 首先来取博客源的 然后再去 ITI的里边的 我们三个页面当中 都去取 那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 我 这三个网站当中呢 它肯定就是说 我不同的站点里边呢 我对应到的内容呢 是不完全一致的 我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实时抓取的 当然呢 我们通过后续的课程学习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定时的 一个抓取 然后存到我们的数据库里边 然后呢 我们的内容的 就是网站的展示呢 我们直接从数据库里边去获取 这样呢 就会方便很多 这个呢 我只是写的是这样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就是实时的去获取 所以呢 也就没有做到那么复杂 OK 那么我现在点过来的时候呢 比如我双击一下 我就进入到这个页面里边 这个页面里边呢 就是我们这个页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获取的就是这里边的一个值 OK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通过我现在给大家展示这个程序 这样一个扩展呢 其实大家呢 也可以再把它 这是一个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 就是Winform的这样一个程序 那我们呢 也可以通过 我们现在这边呢 所呈现的这样一种方式呢 去把这一个平台呢 完全给移植到这个平台里边来 里边的东西呢 就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说一模一样的呢 因为我们这里边呢 就是说稍微做的多一点的 就是我这里边 把这个模块呢 划分的比较 稍微多一点 那么我们这里边同样的 我可以做一个资源 我们这是资源的列表 对不对 那我们资源呢 也可以做一个站点 这个站点里边呢 我可以去包含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种 比如C++ 加瓦 PHP OK 这样弄到之后 我一点选取的话呢 它就会进入到 分别进入到 不同的模块里边进行数据的一个抓取 OK 相当于呢 我们这个项目呢 只是从这里边呢 去选取了一个模块 来进行一个抓取 OK 也和这边是一样的 选取一个模块 OK 那大家看到完这 我们整个项目的当中呢 应该也知道 做完这个项目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做什么样的内容 其实还有一些内容呢 其实可以去 供大家呢 去参考一下 我们经常有一个叫战 战群的这样一个系统 大家去看一下这些战群系统 你就可以看到 战群系统呢 其实也是一个和我们 说白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蜘蛛 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蜘蛛 OK 大家会看到这个战群呢 它一般呢 它里边很多东西呢 就是我们有很多 建站的一些系统 对不对 那么它很多内容呢 都会有一些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编辑 这里边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 它有自动采集 自动更新 自动维护 大家会看到自动采集 自动更新 自动维护 说到这个采集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非常重要的 说到这样 就是我们这个蜘蛛 OK 那我们 所学的内容呢 我相信也会跟大家 后续要 要去实现的一些东西呢 应该能够带来 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 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课程 OK 那我们整个项目的 这样一个分析呢 就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 能够 对我现在所讲的 这些东西呢 能够 去综合分析 然后做到 粗类旁通 去扩展出 更大的一些系统 做一些更有用的 这样一些东西出来 好的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